中国大庆 江海门户 通天下江苏海门 外水都江宴 问道青城山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 我们再来关注房价 房产新政出台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虽然楼市的成交量大幅下挫 但是价格却一直未见松动 而北京市的一项最新统计就显示 北京楼市的成交量和价格都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数据显示 新政之后的4月15号到5月24号 北京新建住宅网迁量为10355套 与前一个成交周期下降了37.4% 与去年同期下降56.3% 存量住宅方面 新政之后的4月15号到5月24号 住宅网迁成交量为29862套 与前一个成交周期环比下降18% 价格方面来看 新政半月 5月初的北京中高档 二手商品房价格为 每平方米19133元 较新政出台时 4月中旬下降了3.66% 而目前 北京中高档 二手商品房的价格是 每平方米18500元 继续下挫3.3% 那我们的记者近日也走访了几家售楼处 发现新盘项目虽然成交量大跌 但是价格依然坚挺 而二手房呢 即使价格有所松动 但是成交量却依然没有起色 在北京 某个开盘仅一周的楼盘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这个项目开盘报价为 每平方米25000元 开盘当天优惠800元 但开盘之后价格又恢复了 只是对开盘当天两个点 现在没有 存放量大的也是没有 从目前北京整体楼市来看 促销只是个别开发商的小众行为 专家认为造成现在量跌价不跌的原因主要是开发商对未来政策的执行力度还抱有幻想 这一次因为政府调控楼市的决心非常大 那么除了遏制上涨过快以外 还要让它回归到一个合理区间 所以我们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 应该这个楼市回落 会出现一个量价起跌的这么一个现象 其实很多的一些业主 包括开发商其实对这个判断 如果说它还存在一个所谓叫楼市政策软着陆的这种猜测 其实我认为他们太过于乐观了 与新房相比 二手房的价格则稍有松动 观望直接带来了成交的下跌 这家门店五月份的销售同比下跌了将近80% 很多原本看好房的人都已经开始调整买房计划 现在肯定再看看再说呗 看看那个市场行情再说呗 买是肯定想买 为什么要看一下呢就是 现在市场不是说国家那个政策出来了吗 想打压那个房价 他们现在就想再等等 你什么时候价格下到30% 我什么时候再买 大家这个时候呢 这个价格呢稍微往下放一下 这样呢我们的客户群体呢 才会有这种购买力 在台湾蓝绿五都候选人目前已经全部确定 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是 新北市国民党籍候选人朱立伦 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对阵 26号国民党重新聘请朱立伦担任副主席 未来朱立伦将以国民党副主席的身份 与蔡英文对决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苏俊斌介绍 朱立伦原本就是国民党副主席 后来因为国民党重新执政 请他出任行政机构副主管 朱立伦因此辞去党内职务 如今他辞官参选新北市长 国民党回聘他担任副主席 有名有实 针对民进党连日来通过媒体造势 国民党也积极整军备战 党内高层已经完成选举分工 七位副主席中江炳坤督到大台中 并负责台商区块 林峰正进驻新北市 全力辅选朱立伦 詹春博与蒋孝岩负责台北市 黄敏慧与曾永泉分别负责大台南 与大高雄并相互支援 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 也向长期投入南部辅选 特别是大高雄的经营 台北故宫博物院 是大陆游客到台湾必游的景点之一 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买上几张明信片 带回去作为纪念 近来有民众就投诉 买回去的明信片出现了中文错字 和漏印日文字的乌龙 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解释 已经请厂商重新印刷 但是新货没有到来之前 瑕疵版还没有下架的打算 一张是清代西洋传教士画家 郎士宁的八郡图 也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但仔细看看这明信片背面 这郎士宁的誓写的是世代夫的誓 和习惯使用世界的誓不一样 再往右下角看去 这清代的英文拼音 怎么不小心多了这一小点 就连这一张陆克最爱的清明上河图 简介上的清朝英文 也出现同样错误 这一张白词婴儿诊 中英文好不容易没出错 却在日文部分露印了 儿这个字 厂商他在印刷的时候有错误 其实我们已经行文给他 而且跟他说请他改善了 故宫说已经发文请厂商改善 但一整柜的瑕疵版文物明信片 还摆在架上卖 故宫暂时没有打算下架 消费者可以来换 换货是不可能 因为没有货可换 这一套明信片就这样 但是如果他觉得因为有错误 他不要 他就来换钱 摆满明信片的专柜 一向是陆克和日本克的最爱 现在瑕疵版继续卖 台湾民众要退钱 只是要多跑一趟 这些观光客买回去才发现 大概也只能自认倒霉 今天世博会方面 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马上进入直通世博会专栏资讯 把时间交给刚强 大家好 来看今天的直通世博会 今天的上海世博会将会迎来 芬兰国家馆日 芬兰展馆的外观的类似一个冰壶 冰壶的白色外墙是采用一种新型的 纸素复合材料 那么这也是这种创新的材料 首次大规模的应用和展示 今天代表芬兰最高水准的首风琴演奏 音乐剧表演 还有芭蕾舞团的演出将会一一登场 充分展示芬兰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 在上海世博会这场世界文明的盛演当中 体育元素也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个风景线 众多的展馆都把本国的优势体育和特色的体育项目 作为一个重点的展出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来看一看 把直径超过两米的足球放在门口做噱头的 你知道是哪个馆了吗 那就是今年即将举办世界杯的南飞馆了 借助世博会的大客流 南飞馆自然要抓紧机会宣传下月开赛的世界杯 一进门 世界杯吉祥物小猎豹扎库米 俨然成了小明星 世界杯期间游客还能在馆内欣赏比赛 足球王国巴西的展馆外绿鹰环绕 一眼看去就是一个硕大的足球场 馆外大屏幕播放的也是足球游戏 馆内天花板是由数百个足球铺成的 一个巨大的四面屏幕 也不时地播放巴西球星的风采 更令球迷期待的是 巴西馆还将邀请球星罗纳尔多前来 冰球强国杰克用了六万多只冰球装饰展馆 馆内还有一个冰球项目展示区 让游客参观时顺便增加对冰球赛事的知识 而刚刚举办了2010年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 把冬奥会本身作为一个案例来展示 并空运来了几件冬奥会的宝贝 对许多人来说登上奥运领奖台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是在乌哥华馆 你不仅能登上真的冬奥会的领奖台 还能像我这样手拿冬奥火炬 拍一张照进行留念 摩纳哥馆则是把城市的街道做成F1赛道 馆内最吸引人远球的 还要数车王舒马赫的大红座驾 和全球首辆电力机梯跑车 除了众多展馆展出的体育元素外 逛摄播员 你或许还能遇到大牌体育明星 比如俄罗斯撑杆跳女皇一新巴耶瓦 英国F1车手汉米尔顿 体操王子李宁等都已经来过摄播员 而姚明梅西等众多明星 也有望在之后举行的各个国家馆日和活动中现身 那么对于喜欢足球的游客来说 今天就可以到英国馆 亲眼目睹一下英超连赛的奖杯 巴克莱杯的光彩了 今天巴克莱杯将会被放置在英国馆的城市公园当中 供游人观看 中午将会有20名表演者参与互动演出 而巴克莱杯也是整个演出当中的一部分 这将是英超的奖杯首次来到中国 届时英国馆的参观者将会有机会被选中和奖杯做一个亲密接触 什么样的接触呢 就是在英国馆的贵宾室里和奖杯合影留念 再来说说世博护照 这个世博护照热已经是持续了多日了 不少的世博园内的特取商店 特别是人流密集区域都是销售紧俏 供不应求 那么为了缓解这个需求的压力 主办方日前加大了世博护照的生产量 到本周末的时候将会有大批捕获到位 刚开园不久 世博特许商品旗舰店门口就排起了百米长龙 前来购买世博护照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蜿蜒等候的队伍堪比热门场馆门口排队的情形 为了让更多参观者不至于白跑一趟 旗舰店采取了每人限购两本的措施 而没有采取限购的店铺 参观者往往是动辄十多本一买 往往很快就供不应求了 据悉 世博护照的热销大大超过了市场预期 从上周起频频出现断货 目前生产厂家已经采取了多项举措来加量供应 能够把它的销售能够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状态 就不需要就是早上或者是12点以后就很难卖到护照这样情况出现 限购的规定是我们恢复到理性的消费以后 这个规定也不需要这样非常的明确 也不是一个长期的 管理部门希望参观者能够理性看待和购买世博护照 把它作为一种参观世博的体验 亲身参与 而不仅仅是为了敲章 网上在炒作什么盖完章 三千元一本这样一种 我们认为是没有这种事情 某些店铺用护照来搭售一些其他的产品 我们马上通知工商部门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并且发放了整改通知书 管理部门表示除了世博护照之外 世博出版物也是具有印章留念的功能 比如官方导览图册等 目前正在对商业布局做出调整 一两周之内增加出版物销售点 给参观者更多的选择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世博资讯 把时间交换给英峰 好的 唱游完世博会之后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今天晚上的19点30分 中国女足将迎战半决赛的对手朝鲜队 那么如果能够取胜的话 将会获得明年德国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面对这个四年来从未战胜过的对手 中国队的备战气氛相当紧张 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中国队并没有完全封闭 15分钟的开放时间 让人不禁感叹硬仗的来临 在之前的三场比赛中 首次参加大赛的年轻队员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紧张情绪 面对即将到来的硬仗 姑娘们能否调节好心态呢 自2001年以来 中国与朝鲜交手13次 中国队一胜三平九负 面对去年完成新老交替的朝鲜队 小组赛三战两胜一平保持不败 保持不失球的中国队 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呢 打好这场比赛 对我们全队来讲 大家伙共同的希望 我们也认为我们能够打好这场球 在半决赛的节目发布会上 四支球队都表达了对你 明年世界杯入场圈的渴望 四支球队三个名额 75%的晋级机会 中国队有充分的信心 但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热身赛的消息 在今天凌晨节目